大家好,我是皮特老郎 今天是2020年的3月10日 是我的第18期视频 那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来谈一下投资理财 如何节省我们的贷款利息 这样一个话题 那其实呢 我最开始开创这个YouTube的频道呢 我的目的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人生经验 无论是我的个人生活 工作经验 还有我创业的一些商业经验 我都希望呢 把我所经历的这些 和我学到知识呢 制作成视频跟大家进行分享 希望大家呢 在最短的时间呢 可以吸收到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 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精华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么今天呢 我会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何来选择贷款的配套 主要是房屋贷款配套 来节省利息的这些经验 那如果大家听了我的视频之后 觉得对你有帮助 或者你想再跟我进一步交流的话呢 那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频道的 About 关于我的这个栏目里 看到我的邮箱地址 那我的邮箱地址呢 我会以新加坡为例子 那么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马来西亚 美国 欧洲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呢 这个配套系统应该是大同小异的 您也可以参照我所讲的这个方法 去根据你本国的情况来酌情来选择适合你的配套 那么在讲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配套之前呢 我先用一分钟时间呢 讲一下中国的这个房屋贷款配套 因为呢 最近啊 中国大陆呢 近期要推出新的贷款配套 那么在之前呢 中国的房屋贷款呢 基本上都是用统一的这个基准率来计算贷款 那么从今年开始呢 央行决定提出呢 你可以选择保持原来的这固定基准率的这么一个配套 你也可以选择新推出的 基于贷款市场利率浮动的这么一个配套 很简单点 就是说一个是固定利率 一个是浮动利率 这样来称呼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就直接给出一个结论 我对中国大陆的朋友的建议是 你可以考虑继续选 继续持有你现有的固定利率的这么一个配套 至于这个根据市场利率浮动这个配套呢 我个人觉得有一定的风险性 特别是中国央行在现在这个经济情况提出呢 我觉得有可能对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陷阱 虽然短期内这个浮动利率的利息可能会比较低 但长期来讲呢 你很可能因为选择这个浮动利率而背上一个你无法偿还 甚至于要偿还一辈子的这么一个一个债务负担 因为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隔几年呢 你是可以重新选择你的房屋代款配套的 可是现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呢 你的选择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说你一旦做了选择 那你接下来如果没有新的政策推出的话 你要一直保持这样的配套 所以对于浮动利率来讲 它是有很大的风险性的 那么这里我就不多进行解释了 那我的建议已经很清楚了 那至于您要怎样选择呢 您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判断 和根据自己的一个财务状况 来做出一个选择 那好接下来呢 我就来讲一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这个房屋贷款的这么一个配套系统 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 首先从它的这个利率来讲 根据利率呢 那个房屋贷款的配套呢 主要分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两种 那浮动利率呢又分两种 第一种呢是基于这个银行之间拆借利率 在新加坡呢我们是S打头 所以叫Cybor S-I-B-O-R Singapore Interbank Offer Rate 那么在伦敦呢可能就是L打头 就是Libor L-I-B-O-R 那音跌呢可能就是I打头的 那么这个 赛包这个浮动利率呢 是非常透明的 它是根据这个市场 实时变化的 比如说最近这个美联储降息 那么新加坡这边的赛包 Rate呢就跟着降 那第二种利率呢 浮动利率呢 就是银行它自己的这么一个浮动利率 它是根据这个储蓄利率来定的 那它呢就不透明 也就是说 比如说美联储降息 但是银行这边的利率呢 它可以不降 那比如说DBS 它在2015年推出的 叫FHR 就是Fix Home Rate的一个缩写 所以在新加坡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国家呢 你主要需要做的选择 就是在固定利率 还是浮动利率之中选择一种 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呢 房屋贷款利率又分为 一年期 两年期 三年期 四年 五年 一般来讲最长是五年 就是讲你要跟这个银行 所签的贷款合同 一定要保持在这个银行几年 那超过这个年限之后呢 你是可以自由来转换别的银行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 你要转换的话 你会需要提交一定的罚款 给这个银行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也是直接给出一个结论 告诉大家怎样去判断 在什么情况下 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配套 能够省钱 或者说呢 不要掉入银行的陷阱 简单的讲呢 就是说 在您判断 接下来的一年到两年 全球的经济情况 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 它的经济走向 如果是向下的 也就是经济下滑的话呢 您可以选择 这种浮动利率 因为 这个浮动利率会随着 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下降 而下降 这样您所支付的利息呢 就变少了 反之 如果在未来的几年呢 经济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拿一个固定利率 这其中的经济学原理呢 就是说经济不好的时候 这个投资人呢 倾向于保守的 存钱 他不想跟银行去贷款 那么银行呢 就要想办法 压低这个存款利率 让你觉得存钱不划算 应该拿出来去投资 所以相应的 你的贷款利率呢 也会跟着下调 反过来 如果经济情况很好的时候呢 大家都想从银行贷款 出来做投资创业 那么银行呢 就会提高你的贷款利率 比如说 现在我们所在的2020年呢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呢 全球的市场都在恐慌 美联储也一直在下调利率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建议啊 个人建议了 供您参考而已 拿这个浮动的利率呢 可能会比较划算一些 因为接下来 这个市场往下走的 这个几率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利率 浮动利率呢 会下调 所以在您选择 这个贷款配套的时候呢 要根据您对经济发展的 那么一个判断来决定 不要受到银行给出的 这个利息利率的一个影响 因为如果银行觉得 如果你拿固定利率 它会在接下来几年盈利的话呢 它会引诱你去拿这个 固定利率的 这个配套 它可能会故意调低 几个点 让你去选择这个固定利率 好 那么固定利率呢 没有太多需要讲的 那么浮动利率呢 刚才我们讲了两种 一种是根据赛包 银行间采借利率 另外一种呢 是根据这个储蓄利率 就是银行自己定的利率 那我的建议是 您要选择浮动利率的话 您就选择赛包这一种 银行间采借利率的 因为它比较透明 它是根据实时的市场 经济的变化而在变化 那么银行自己定的 这个浮动利率呢 即使美联储降息 它银行本身可以不降息 让你继续交付 比较高昂的这个利息 那么您可能会问 那时间呢 是要锁定一年 还是三年 还是五年呢 那以现在的这个 全球的经济情况来讲呢 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原则是 越短越好 您可以选择锁定一年 或两年 这样在第三年开始呢 您就可以根据 当时的经济情况 来换新的配套 我再重复一遍 我的我给出的建议 现在呢 我们预期经济会下滑 那么最好是选择浮动利率 浮动利率其中的 赛包银行间 拆借利率的这一种 浮动利率配套 那么锁定时间呢 可以选择一年 或两年的这个锁定期间 除非呢 您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 你认为 你就想在未来的三年 或者五年 保持一个稳定的利率 这样呢 你可以在未来的三年 到五年呢 非常安心 不需要每个月 或者几个月 去看这个浮动利率的变化 那你也可以选择 一个比较好的 三年或者五年的 这么一个固定利率的配套 如果您是刚刚买房子 要申请贷款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您就去比较各个银行 去选择一个利率比较低的配套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做 refinancing的话 说房子您之前已经买过了 现在想再更换第二次贷款 配套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您一定要等到 之前的配套锁定期过了之后 才进行 不然会有一笔罚款 那么在您做refinancing的时候 您还会遇到新的银行 会来让您支付一笔律师费 还有一个房屋的估价费 那么这部分费用大概是2000多块 现在新加坡的行情 大多银行呢 新的银行呢 都会帮你去免掉这一部分的费用 那么具体的这个手续呢 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因为您在做的时候呢 肯定会有这个贷款的经纪人 broker或者这个银行的banker呢 会告诉你怎样去做 包括去跟你说一些这个 需要注意的条文 那在这这期视频里呢 我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一个 我一个是我个人对现金经济环境下 你应该选择何种贷款的一个建议 第二个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可能会有的一些陷阱和风险 让大家尽量去规避风险 或者呢对风险有一个心理准备 这些呢是broker跟banker不会跟您讲的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合同条文里呢 一定要确认在赛包的这种浮动汇率里边呢 赛包rate会加上一个固定的数字 比如说0.2的spreadrate 这个spreadrate呢一定要是固定的 银行在合同期内呢不可以更改 因为如果这部分spreadrate可以更改的话 那么银行可以通过更改这部分的利率 来增加您的整体的利息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在条文中您要注意到 银行是否强迫您购买 他们旗下的火险或者房屋保险 这有可能成为一个额外的一个开销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您在考虑要换配套之前呢 最好是提前三个月跟银行递交这个申请 因为大多数银行都有一个三个月的notice period 最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对经济的一个预期 和自己对风险的一个承受能力呢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配套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很多知识点呢 我没有办法在这期视频里全部跟大家讲到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可以通过邮件来跟我交流 那么好这一期我们就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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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